梁思勇是考古大师 就是安阳这个殷墟 就是梁思勇主持开发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也可以了 生出两位这个 谦谦君子大学者 梁思勇 梁思勇 说你还娶了林慧音这种 这个绝代这个家人做儿媳妇 然后是可以了 所以林先生这个 我觉得他是个幸福的人 除了他妈 是他一辈子一个噩梦 他妈这一辈子就因为没生儿子 这事就一直在 但是他的梁先生对他妈只好 其实梁先生在林先生去世之后 因为林先生五五年就去世了 梁先生到七二年 后来又结了婚 但是一直养着他妈妈 一直跟他妈一起生活 一直生活到七二年 他们俩前后就要去世了 林先生还有一点比较幸福 他五五年就去世了 不然以林先生的性格 林先生是一个特别敢做敢说的女性 所以他得罪很多人 然后得罪很多女性 有男性因为他美貌加智慧 然后都围绕着他 如果林先生不在五五年就去世了 到了五七年 林先生百分之九十九就是右派 因为林先生就是敢说敢 当时他们留下 就是因为让他们标注了北平的古建筑 他们觉得国产党很好很好 保护古建筑 因为他们的信仰是科学家的信仰 那就国产党当时跟他们讲说 党当时跟他们讲说 我们宁可留在多学 也如果副作义不投降 不能和平解放北平工程的话 留在多学要保护北平古建筑 我他俩特别感动 所以梅先生梅校长最后说走 他俩不但不走 还一起组成了 当时外公外婆也都在 他们一起组成了叫教授护校队 就清华留下来不走的教授 集体护校 就是要完整的交给官的 然后走的 梅校长带着一批 当然那个胡适 原来是北大校长 就两校校长都走了 傅斯坚是北大校长 然后校长带着一批知识分子走了 然后一批就是愿意建设 新中国的留下来 然后可是他们其实都是20年的 这个不但曾经在最欢乐的 民国最美好的时期 在灵魂音的沙龙上在一起 而且是在国家最惨痛的时候 一起在礼庄尽忠守节的 那最终在48年分开 包括非正天非美也是那时候回国 最后大家在南原机场 唱起 有一帝有天长 忠诚永绝 那个真的是很伤感 因为在那个分开之后一封信都没写过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只是严酷 你只要给海外写一封信 你就全完了 你就是特务 你就是间谍 所以灵魂音在55年就去世了 他没有经历后来的 文化大革命啊 反右啊等等这些事情 梁先生是经历到 所以梁先生比较惨 而梁先生亲眼目睹的那些古建筑被毁掉了 这是梁先生最伤心的地方 最后拆掉东西南牌楼的时候 梁先生是抱着那个牌楼 不让拆 最后还是拆掉了 拆城墙的时候 林先生还在 林先生就已经跟当时的北京的副市长 叫武汉 原来清华历史系的教授 破口大骂 说别人拆就算 你武汉 你是历史系的教授 你现在当了官 你就开始拆历史 说你们这么做会好 因为梁先生在那儿哭 梁先生是谦谦君子 但是林先生可不是 林先生那种 说林先生在55年去世 我觉得得以善终 梁先生实在很纠结的情况下去世了 因为又被打倒 被批判 等等等等 而且他刚刚去世一个月 他们俩最好的朋友 非诚亲 非诚媒 跟着林尼克松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就找他俩了 因为他们当年是最好最好的 一天到晚在一起 而且在最苦的时候 也给他们写信 最苦的时候 林卫连纸都没有了 在李庄 就是写完了信 就得裁那纸 因为剩下这点 只写下一封信 然后非诚媒在美国 接到了信 都哭得不行了 然后最后他们俩就从美国 又到了重庆 到了为美国服务 战时 然后又去李庄看他们 这之前十几年 这个林先生就去世了 非诚媒都不知道 到了北京找 找了半天才知道 原来林先生55年就去世了 梁先生没能等到 他们一个月前去世了 他们把梁在兵找来 这个托周总理找梁在兵 周总理居然就把梁在兵找来了 就是林先生梁先生的大女儿 找来以后 非诚媒特别伤心 非诚媒作为相当于他干妈 她是他妈最铁的闺蜜 从小看来长大的 但是在那种1972年 还在文革中 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 周总理把梁在兵找来 跟非诚媒一起吃顿饭 那顿饭上梁在兵一句话都没说 不但不叫叔叔阿姨 就是也不看他们俩 整整吃顿饭 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说 因为那是美国人 美帝国主义来的 虽然那时候秘密访华 但是也没正式建交 中美还出在那种关系下 梁在兵最后一句话 都没想跟他们俩说 他们俩很伤心 就会问了梁在兵很多问题 你爸爸你妈妈 怎么过得好不好 梁在兵一句话都没说 周总理还在做作陪 吃完饭来都能走 就是我觉得 这个结局还是比较唏嘘的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能逃脱历史的 这个滚滚潮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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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